而杨子在近几年来也是演绎了许多栩栩如胜的角色 深受大众的喜爱 现如今的杨子在娱乐圈内可是混得风生水起的呢 与他合作的男明星也是不少 很多都已经迅速走红了 就像之前邓伦和李线都已经走红了 也难怪许多人都说他有着望夫的体质 而杨子的演技也是观众们都一致看好且认可的 说起杨子和肖战一起出演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 大家看到了这部剧的阵容之后 也是非常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而其实杨子和肖战原本是没有什么太多交集的 是由于合作这部剧才让这两个人从认识 而就在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热播之前呢 其实也是有一部剧非常火爆 那便是陈情令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这部剧吧 肖战正是在这部剧热播之后迅速走红的 更是还因此而圈粉无数呢 肖战一开始的时候 在娱乐圈内就是一个小透明 由于从小就兴趣广泛 学了很多的东西 尤其非常喜爱唱歌 在他长大了之后 参加了节目《燃烧吧少年》 从而正式踏入娱乐圈 但是在那之后 他并没有什么大发展 所出演的角色也大都是一些小配角 之后 凭借着魏无限这一角色迅速走红 更是成为了当红的流量男艺人 他有着极高的热度 几乎无论走到哪里 都非常引人注目 原来 杨子看见之后 便立马抬起自己的双手 为肖战整理衣领 那模样远远看 就像是一对结婚已久的老夫老妻似的 而这时呢 肖战考虑到了 自己比杨子高出许多 怕对方站不稳 便用手扶住了杨子的肩膀 看起来简直太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